我们开始来祷告 阿爸父母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早晨 我们起来要透过这项主日学 来认识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地读懂你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好的译本 所帮助我们透过不管是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译本 或是我们将来可以去读到一个 能够帮助我们跟人们翻译话语的这样的翻译本 至于我们可以读懂你的话 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 无荣行在天上 使你的旨意真的是按照教会当中能够来实现 也使你的名被万人都尊为圣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靠耶稣进入名祈求 好我们今天我要先回到第一课 我上次没讲吗 好上次我们讲到我们读经我们需要解释 是因为圣经它既是神的话也是人的话 那是人在不同的历史处境中所写下来的 我们如果不了解那个历史处境的话 我们用现在去想 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所以需要解释 今天我们透过译本的课程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个需要 我们先到上次结束的地方是在试经 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试经 然后我们看见说我们要如何从经文中看见耶稣 第一个观察是说哪些字曲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 后来我们透过彼得前书发现说 救恩这个词在这一节五九节跟第十节出现了三次 透过这个救恩我们就看到说这个救恩原本是必须了解在旧约里面 宣之所预言的救恩 连他们在预言的时候他们都还不是完全清楚 他们寻求考察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却一定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如果比较的话就是我们没有这些基础 这些犹太人他们还有就约为基础 然后他们在这基础上面来得到神的救恩 我们原本不是神的选民 我们也没有就约 我们不明白神的启示的 但却是因为耶稣基督在这末世 那是他所显现出来 所在实际上成就的 我们就单单就因此 我们就可以得着这样的救恩 所以对我们来说 救恩是透过这几个经文可以看到 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那这几个经文我们必须能够从神读到 他所揭露出来的重要性 福音的重要性对我们是这么样的宝贵 这个救恩是能够拯救我们 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成 而且是神的能力来在我们身上保守 所以对这样的经文就可以凸显出 那个基督耶稣的福音是对我们 现在当时的读者有多么的宝贵 这就在经文中看见耶稣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看见耶稣的方法 观察就是有没有直接或间接引用旧约的预言 那这个预言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关 如果现在问你 你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 哪里有直接或引用旧约的预言 然后是跟福音有关 当然是指新约里面有直接或引用旧约的预言 有没有谁可以举出个例子 你觉得在哪里有引用过 就是这是一个旧约 应该是摩西五经里面的记载 有没有哪里是讲到说 在新约里面看到说除罪跟当初上帝 透过摩西给以色列的这个礼仪有关的 其实在旧约里面也可以 旧约引用旧约也是有的 米赛亚书53章是大家最熟悉的 当然也不止53章 也包括了第7章第11章第9章 这些所谓的米赛亚预言 马拉基书也是 我这边举一个罗马书 可能是大家不是那么印象深刻的 新约旧约都引用 新约是更多了 新约引用旧约10%是直接引用旧约的 间接引用就更多了 罗马书11章26节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如今上所记 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这里就非常直接说如今上所记 你只要看如今上所记 它就是应该是直接引用 只是有的时候它直接引用的 你会觉得跟我就会读得不太一样 那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翻译本的问题 因为它引用的时候是引用所谓的希腊文的译本 来源的问题 但是救赎主跟救主应该是一样 从西安出来 这个来到西安 这就稍微有一点出入 但都跟谁 雅各 要把雅各家的罪恶除掉 他说雅各中转离过犯 那也算是罪恶除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直接引用 那这个引用 罗马书保罗引用这一节经文 希腊书这一节经文 请问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关系 他讲了耶稣基督的什么 他是救赎主 他的身份 他来的目的是要拯救 他怎么拯救呢 在当时你讲拯救 他可能有很多的想法 特别是在初代教会的时候 或是犹太人 你跟他讲拯救 他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 有政治上的拯救 社会地位上的拯救 也有 但是这边都不是保罗讲的 保罗在讲是什么样的拯救 过犯还有那个罪恶 罪恶是什么样的层面的问题 他不是经济的 不是社会地位的 不是政治上的 他是一个灵性上的问题 属灵上的问题 我们原本都是被罪恶捆绑 被罪恶挟制的 但是他来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 这是我们在马太福音所讲的 天使来告诉耶稣的 他的地上的爸爸 约瑟说将来这个人要给他请教耶稣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这不就是指向耶稣 很明显指向耶稣 罗马书引用这些经文就是 他很明显引用以色亚书59章来讲 旧约里面讲的那位救赎主 叫使雅各中转离过犯的那个人 就是耶稣基督 那他要来除掉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但是你看罗马书在讲十一章的时候 他只要讲说这个是上帝应血 所以以色列家他们会得救 但是后面他又讲到不止犹太人 包括外邦人也能够得救 他说不是用橄榄书做比喻吗 上帝能够把这个阶痴在上面 用橄榄阶痴的这个比喻说 神可以在原本这个树干是以色列家 但是把外邦人的枝子插上去 所以这个救恩就跟我们也是有直接的关系 耶稣不是只是个民族的救星 祂是全人类的救主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 虽然是西安雅各都是非常明显的犹太的色彩 就是这个是指犹太人 但是如果你看罗马书他用这个开始讲 但是他后面的下文里面提到外邦人的得救 那就看到跟我们的关系 我们也是要靠他来得救的 靠这位从西安出来的 要消除雅各家一切最佬的人也使我们得救 我们就变成算是在属灵上面的以色列人 属灵的雅各家 他是我们的救主 这就很明显的跟我们用 否则我们说耶稣是犹太人 跟我也无什么关系 但是保罗就引用这一个以色列家书的预言 但是让我们更清楚的看到 耶稣基督救恩 耶稣基督福音是包含全人类的 第三个观察就是 有没有什么样的致死 直接或间接的提到耶稣的死跟复活 耶稣的死与复活 跟我们的福音是相关 我们的福音的核心是 耶稣的死与复活 因为保罗也在哥林多全书那边 述着他们讲说 我只要给你们的福音就是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 然后埋葬了 三天后复活 然后显给很多人看 这个就是耶稣的死跟复活 是我们福音的很核心 上个礼拜其实我讲到 就已经引用了 哥罗西书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 今天我们要整个一直看到 第四节就会很明显的看到 保罗他这边引用是特别的有意思的 所以这边讲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是一件事实来的 如果你是基督徒应该都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根据这个事实 保罗带出一个属灵的教训跟命令 就是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他不是说你要思念云上面 不是这个地理 这个距离 还是一个物质界跟一个属灵界 这个意思是属天的国度 还是属地的事情 他说你要思念上面是指是属天的 是跟神的国度有关的 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有关的 他理由是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他用基督已经复活 而且现在坐在神的右边 来劝勉当时的收信的信徒 也劝勉现在今天的我们教会 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所以很明显的 这是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关 而且耶稣基督的复活 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 跟一个人生的目标 跟眼光的转移 从地上转到天上 那我们继续看第三第四节怎么讲呢 所以第二个保罗又用一个事实来的 就是耶稣基督的死 但是他没有直接讲说 耶稣的死 他说你们已经死了 我们已经死了 那当然不是说我们现在肉体的生命死了 那我们现在还有心地还有呼吸 所以他这边指的是什么样的死 就是我们原本被罪恶捆绑 挟制那个老我 所谓老我或是属肉体的那个生命 已经死了 而且是这样 因为耶稣基督的死 我们好像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 他用耶稣基督怎么样被埋葬在地里 他说可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 所以就是我们耶稣同死同埋葬 那现在的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 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 这个生命当然也不是指的现在我们只是肉体有呼吸有心跳的这个生命 他指什么生命 什么叫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是一个永生的生命 是一个跟过去死在罪犯中的生命是不一样 是一个保罗不断在讲有基督的一举一动 基督新生的样式有基督的信心 然后呢会越来越像耶稣的慈爱 善良 温柔 满有圣灵果子这种生命 他没有说那就停到这边 他他显现的时候耶稣还要再来 他提到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 还有耶稣的再来 他说你们与他也一同显在荣耀里 这一次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一个盘望 我们不是只是现在思念上面的事情而已 而且我们也期待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跟他一同显在荣耀里 我们怎么可以有这个盼望 是因为耶稣死了 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让他在天上 我们就思念在天上的事情 所以在这边的经文就有看到 明显的讲到耶稣的复活跟死 也带出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面 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在追求的是什么 还有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对永恒的盼望都提到 所以这短短的四节 其实是把基督教核心的信仰 都融合在一起 保罗用很巧妙的用 我们跟耶稣一同的死 复活埋葬 来讲我们在基督徒这世上的生活 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事 然后要盼望将来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那个盼望 这就是第三个 就是祈祷耶稣的死跟复活 这个福音是可以转变我们现在整个人生方向 人生观价值观的这样的动力的福音 而不是一个教条式的 耶稣基督为我追死 好 虽然我现在不在欠上帝什么 我有一个称义的身份 是 这些都对 但是这些不一定能够带给我们现在生命中的改变 就看到保罗怎么去引用耶稣的死跟复活 然后去激励弟兄姐妹 当时的读者 也是我们现在的读者要在我们生活上面的目标 去有所调整跟改变的 这就是三个观察 还记得哪三个吗 耶稣的死跟复活是现在这个 前面刚才讲到什么 就是讲到跟福音有关的词汇 救恩 拯救 十字架 这些都是会指向福音的 还有刚才讲引用 引用的经文 那个经文是不是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关 刚才我们看到保罗引用的那个 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 要除去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这个跟福音有关 而且是现在跟我们不是犹太人也有关 大家看到这个部分 这就是我们讲到看到耶稣的意思 用这个来解释圣经 才会对我们现在的我们有意义 思考问题 OK 我们来看一下 读经翻打的两个步骤 为什么我们要先从原来的意思读 而不能够直接说 现在这个圣经对我什么意思开始 这我上礼拜有提到 解经跟世经 解经跟世经的定义什么 什么叫解经 什么叫世经 解经就是圣经原来对它这个对象 它讲的是什么意思 原来的意思 世经就是现在对我的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从解经开始 不能直接就说 我今天读起来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 又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去看原来的意思 原来距我这么远 几千年了 一两千年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相信 圣经现在对我的意思 不会超过原来圣经 对原来读者的意思 它原本的意思 是现在的意思的 这个关键跟基础 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 否则我现在要怎么解都可以解 我们需要了解以前的意思是因为这是我们解开现在意识的关键 那个钥匙 不能掉 掉了你就可能根本都开错门了 你用这个经文去运用在完全是不是这个场景跟意义上 这是刚刚我已经讲了说不管我们对赤经有什么样的方法 其实有大家在学术上也有各种不同的研究 但是大家都同意就是说赤经必须建立在解经的基础上面 如果没有解经的基础 赤经是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一定要先做解经解释 回到原来的场景 原来的意思 然后我们才能够应用到我们现在 这我们上礼拜已经讲过就是我们读经的目的 是为了神的国度神的旨意神的公义能够行在地上 因为我们读懂了神的旨意 我们才能够实践在地上 如果我们自己基督徒都不读懂 那你要让非基督徒来实践神的旨意跟国度跟公义 那是有点原目求余的 我们是那个关键 教会是那个关键 要读懂圣经 为了是让神的旨意神的国度神的公义 能够透过教会 透过我们的生活 能够行在地上 能够行在天上 那刚才也讲过 为什么要解释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也是人的话 所以我们需要回到过去 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的背景来解释 读经分解经那事情刚才也讲过了 解经就是原来的意思 世经就是现在对我的意思 那世经刚才讲到就是 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刚才那三个关键 看见跟福音有关的致辞 然后或是旧约或引用的新约 还有耶稣的死跟复活 这是三个很好找到的 今天我们第二课要讲翻译本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译本 并且知道为什么我要这样选择 那这样选择的理由呢 就包括你需要了解有三种翻译 至少三种粗略的区分 它有三种翻译的方式 拿它各自的优缺点 我们根据它的优缺点 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译本来读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 透过在翻译法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过在翻译的时候 有两个选择 就是要做两个经文选择 一个是语言的选择 一个是经文内容的选择 比方会更仔细地讲说 什么叫语言选择 什么叫做经文内容的选择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看 会影响圣经翻译 在历史背景上面 有四个领域会是我们要注意的 如果不了解的话 读起来会天差地边 或你会完全不知道它的讲识 所以我们会从 译本语言经文跟历史差异来看 首先来看译本的问题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第七章有一句话说 我列出了五种翻译 合本这边说 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一 非常的笼懂 这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不合一 为什么对他自己的女儿不合一 这什么意思 是指家暴吗 虐待吗 还是说什么 还是一直把他留在家里 把他嫁出去 因为那段经文在讲结婚 他在讲什么 那你去看各个不同的翻译 King James就是英王清定本 他说什么 如果一个女人认为自己 对他的处女有不适当的行为 哇 这会一直跟到会 什么意思 是乱伦吗 然后再来一个新美国标准 圣经他翻译说 如果一个人对他 游视处女的女儿 有不适当的行为 比刚才的更严重了 那IV稍微有一点让我们觉得 不是我们想像这样 他说什么 如果任何人认为 他对已经与他订婚的处女 有不适当的行为 那起码就不要看清楚了 这边有很大的差异 到底是处女还是不处女 到底是女儿还不是女儿 这刚刚读的里面有几个差异 关键在于 到底是指处女的 还是不是处女 到底是指女儿还不是女儿 扯本的翻译很显然 就把它选择是女儿 然后把它处女拿掉 那现在中文一本说 至于那已经订了婚 却决定不结婚的人 如果男的对女的 有不适当的行为 这个可能就把一半 讲得比较清楚了 所以是女儿吗 是不是女儿 应该是指的 跟你订婚的未婚妻 不是女儿 那这个订婚的人 是不是处女 可能不是重点 不是经文要强调了 是说在当时 因为哥林多厨处的环境 比较艰苦 所以有些人可能订婚以后 突然发想 我真的要结婚吗 这个跟我现在一样 或是有各式各样的 可能他后来就觉得 有点松动了 有点shaky了 好像当初约瑟 其实想暗暗的把玛丽亚修掉 当然是因为他有他的理由 那是因为他听到玛丽亚已经怀孕了 可是我都还没娶过 所以他就想 他说我不想明明的羞辱他 我就想那我就是暗暗的把他修掉 就是他订了婚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他决定不结婚的人 那男的就对女的 所谓的不适当的行为 不是说有婚前性行为 不是你去看上下文 他意思不是指这个 这不适当的行为就是你不结婚 你又跟人家定了这个婚约 就把人家拖着 人家的青春就被你这个婚约拖住了 他说那你这样 你就是应该怎样 应该把这婚约解除掉 你不要浪费人家的这个青春 他可以去跟别人结婚 尤其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文化里面 女生她是没有办法出去外面工作的 她只能够靠丈夫去外面工作 把钱带回家里面 所以女人如果没有结婚 她就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跟谋生能力 而且女人的最大本钱就是什么 青春 年纪大了 人老住房的时候谁要娶你啊 所以你这样子拖着人家 就是对她不适当 这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现代中文译本 起码在这里 它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翻译 其他的 尤其隔本有好多种可能想象的空间 什么叫带她的女儿不合一 你如果不结婚又跟她订婚拖着这样的人家 这个是不适当的 你就比较一本以后 然后就发现说差异很大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一本帮助你 对这个经文是可以完全享受方向的 那这个就是很大的误会了 所以你就看到一本很重要 你要选择一个能够帮助你了解的一本 现在我们就要看看怎么选择呢 不是每一个一本在每一节经文都可以非常准确 很好的翻译 那是因为每个一本主要它有一个不同的翻译法 我们有目前知道的三个主要的翻译方式 一个叫做直译 直译的意思就是说 它尽量跟原文的用字潜词非常的相近 比如说它翻处女就翻处女 比如说它翻女儿就翻女儿 但是你就有可能会造成误会了 就是在讲什么 就是我们很冲击说 它到底对他女儿做了什么 它很忠实的把字对字的翻出来 但是你读的人可能会造成误会 但是它有个好处 它是很完整的让我们了解说 当时的跟我们的文化差异 让我们可以完整的保留下 它有它的一定的价值 第一个意义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最后一个翻译法 就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法 它把这个意思的原来的意思在那个处境下面 它理解了以后 它把它放回到我们现在的处境下 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意思 这个是与你订婚的那一个未婚妻 不是女儿也不是你对人家 十万中期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不是这个意思 它尽可能去除去这个历史的差异 让你读起来 你不会觉得你现在读不懂 你会很容易明白 那这是等于说执意跟意义 它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尽量保持历史差异 一个是尽量除去历史差异 中间有一个就是中庸的 叫等意活意 这次也是从英文翻过来的 它意思就是呢 它就想两间妥协 又想保持原来的这个原文的 它怎么的文法的使用 它的字词的意思 但是呢 它又想要让这意思呢 不会像直译的那么凹口 或让你难以明白 它就是在想取中间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现在读的这个 和和本或和修订本 是比较靠近 直译就是字对字的 这个形式 那刚才我们读的这个 现代中文译本 就是属于意义的 比较靠近意义 所以你比较容易 靠消你的那个时代差距 历史差距 所以我们现代人可以比较读懂 但是圣经学者 我们读的这本书的作者 Goldenfield 他建议说我们用 所谓的等义国义 为我们第一本的义本 然后呢 你可以在参考 必要的时候 你去参考 直译跟义义的各一本 然后如果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参考各一本 这两个意思 所以你三个都有了 这个光谱上面 你有最左边 有最右边 你有中间的 你就可以像我们刚才 比较出来 大概可能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 你碰到读圣经 读不懂的时候 你可以起码 光用不同的义本的比较 就帮助你可以 不会太过偏差 好 所以有几个重点 其一个重点就是说 翻译本是经过一群学者 经过通常是十年到二十年 是更长的时间的 努力的结晶 所以它比 只是一个人 一家之言 一般来说比较有公信力 那另外呢 我们要比较一本的时候 不要选三本都是左边的 或是都是右边的 要记得这个光谱 都有 有左边有右边有中间 这样能够帮助你 有个比较平衡的 整群的观念 你不会选了三本 全部都是直译的 或都是异议的 那大概也没有比较太多的分别 你取要不同的 在这光谱不同的地方的一本 有左边有右边有中间 这样会帮助你 有个更完整的picture 跟一个比较平衡的了解 所以这就是 我们要讲一本的重要点 再来就是 一本它是比较可靠的 因为它经过时间 经过学者的研究跟累积 然后还有不同一本 有不同的翻译方式 你选择三种不同翻译方式的一本 帮助你有一个最正确的概念 刚才就讲到只有一个一本的问题就是 一个一本它只能用一套翻译的方式 所以你不能强求它要涵盖整个光谱的所有 左两端都要有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一本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哪一种最好 就是刚才讲说 我们建议是中间的一个 等一火一是 比较让我们在中间保持这个中庸 不要太偏左右 但是你遇到有疑惑的时候 你可以参考左边右边各一本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 这是圣经学者他们给我们的建议 一个好的一本 所以我们现在手上的合本 说实它不是最适合做来研究圣经的一本 但是它是我们用来敬拜的一本 因为我们已经常用这个是蛮熟悉的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不是在做圣经大会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是心灵在对上帝的一个崇拜 所以我们用一个 是能够碰到我们心的一本 这个合本 它原来是在一个敬拜当中 是一个我们可以使用的一本 你知道一个教会 它要崇拜要换一本 圣经的时候是会赢得很多不同的一些 不要随便乱换 因为大家对这个一本是有情感连结的 不要随便伤害 其中学会对这个一本的情感 但是在研究上面 我们要清楚这个区分 三种的翻译法的区分 跟哪一种是在研究上面 是比较好的一个一本 知道自己以后读圣经可以怎么读吗 特别在研究的时候 特别是你要带查经的时候 你要讲到的时候 更是你要去读不同的一本 当然还有英文的一本 如果你会读英文 英文就有更详细的 更多的选择 那你们会用什么样的翻译本呢 然后怎么用它呢 这去哪里取得 有什么好的APP介绍一下 唯独圣经 你没有多少中文英文 这也是我的神学院教授 推荐的一本 特别他的旧约 因为这个翻译的那个人 可能大家听过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他也做圣经翻译 所以现在有很多APP可以帮助我们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你找不到的 OK 所以这个很好的帮助 我常用的两个网站 里面也是很多一本 我用的是一个是 中文我用信望爱 因为它里面也可以看到原文 有一些的 房主 但是我后来知道 唯独圣经也有了 所以唯独圣经在那里 也是很好的 U-Version里面 也中文英文有很多的 它有很多读经的计划 跟那个唯独圣经一样 其实唯独圣经 就是感觉像中文版的U-Version 它也可以容许你 让你把你教会的读经计划放上去 另外的就是Bible Gateway 它大概是我知道 永远最多 不只是中文英文 它有各种语言 它一直在扩充 在扩充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网络工具 可以看到各种译本 而且它可以并排去比较 这就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我们再回到经文的问题 这个问题今天提出来 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给大家冲击 可能甚至你会觉得被冒犯到 因为我们都说圣经无误 可是当我们说圣经无误是指的 圣经的原稿无误 但是很抱歉是 我们现在没有圣经的原稿 我们已经找不到 目前起码考古还没找到 我们现在所有的都叫做超本 就是copy版 那我们的copy版不像我们现在 扫描 列印 引进印 原版跟copy版基本上一定点差别 就是那个末的深浅的差别而已 内容是一样的 当初不是这样 那些他是用人为超的 人是不是机器人不可能完全不犯错 所以现在所有的超本都会有 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实超错 或是添加或是删掉一些东西 有些是有意的添加跟有意的删掉 有些是不小心的少写了或多超了 这个是没有要避免的 因为人不是机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找不到两个完全一样的超本 目前没有找到一样超 他可能在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五都一样 但是在其他有些小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目前很感恩的是就是 起码那些不一样的地方 经过圣经学的研究 都不影响我们最基本的福音的信息 跟我们得救的这个真理 它都是一些知为莫解 比较小的这个差异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鉴别学 经文鉴别学 是一个有点像是那个CSI 就是还原 就是有时候一个凶杀命案发生了以后 它的现场可能被那个凶手破坏过 但是利用科技呢 还有利用这些专门训练过的这些调查员 他们有办法还原原来 到底怎么案发现场是什么 我们一样我们的现在的元宝 可能经过失误可能超漏了超多了 我们没有原来的 但是经过这个鉴别学 我们有相当科学化的方法 把它还原到 尽量贴近到原来的元宝 可能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学问 跟这个法医看见一样是一个特别的 你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做这个工作的 那我们需要专门学者 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我们可以参考他的研究成果 那这边列出了两本书是 如果你对这个很有兴趣 或是你对这种动脑筋啊 怎么样的喜欢看科男侦探的 这个找出原来 到底该怎么样发生 案子什么发生 你可能这个东西很适合你 因为它很骚脑的 然后你要感象力要想怎么推理 又很好的想象力 跟很好的逻辑才能够做到这个功夫 但是就让你知道说 我们遇到这个问题 我们真的有这个问题 然后我会举出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你一样 要来沙漠基障八章十六节 不同的翻译啊 怎么办哪一个是对的 这个没有办法用上架完可以判断 也没有办法用翻译来判断了 因为原来他的翻译的那个操本就不一样 他们选择不一样的操本 怎么办到底是年轻人还是牛 是少年人还是生畜 怎么办怎么选择 你没有办法去用你的直接这样读去选择 你需要回到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外在的证据跟内部的证据 外在的证据就是 这四个翻译版本是从不同的操本来的 那我们要去看他原来这个操本 他是什么年代操的 通常越后面的操本年代 他受到前面的影响机会越大 前面不可能被后面影响 就在时间上的差距就知道 我已经先写下 我不可能被后面的影响 可是后面的有可能说 因为看前面这样操 我可能不喜欢他这样操 我觉得这不对我就改 所以年代通常越后面的 他被影响的可能性越大 前面通常是越好 他有一个操的品质的问题 时间跟品质也不一定是 越早就品质越好 品质就跟他的流传的方式 他们的操写的方式有关 这是一个外在证据 然后一个内在证据是 你是谁操的 跟是谁操的有关系 有些时候学者也会研究说 很明显知道说 有些一拼也操了 因为他们自己的神学观念 他就是碰到某个词 他就改 他就改 很明显的 有些他比较好的 他还会说我为什么改 所以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出来说 那是因为他个人的 这个群体他们的因素 这个是他们改 在这里的判断就是 他们需要做这个研究 然后去发现说 在这边为什么会有翻译的差异 其实是因为在原文上面 这应该就是一个 抄写错误的问题 是抄写错误的问题 原来在原来的西伯来文里面 他这个牛跟这个少年人或是年轻人 他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 所以很容易操作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翻译的问题 那这个属于专家问题 专家他们就去决定 哪一个比较可能 所以就是我们要了解 这个翻译本 它是比较是异议的还是直译的 通常在这时候直译呢 它就会保持原来翻译 不管读起来多奇怪 但它就保持原来这个字的意思 不管说读起来同步同顺 所以你要知道你选择的译本 是哪一种翻译法是很重要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经文内容的问题 经文发现操本都不一样 你要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你要想要知道原来意思 你就去选择一个直译的 他就用那个原来意思 这个字那个操本 这个就是我们在声音翻译上 碰到一个最令人投退的问题 而且是需要专家来解决 就是你不知道该选择哪个内容 到底是牛还是少年人 再让专家去做 我们很可能在这边不能够做 但是让你一刀解说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要来看一个 最后的影响翻译的领域就是 第一个就是度量人跟货币 当时用的单位 跟我们现在用都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嘟嘟 这什么 特别是合本很多东西 你需要解释 这个单位换算我们今天的单位是什么 然后这个货币当时的价值 创算我们现在的美金也好 台币也好或是人民币也好 到底是多少 我们需要一个转换 这个还好就是通常学者做好一个表 你就去查那个表 你就知道意思 你就有概念 那有些译本它直接就翻过去 翻译好了 你也比较轻松 有些译本会放在下面的附注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字呢 在原来大概是现在的度量 可能是大概是多少 它一个叫做委婉的说法 就是一些 在各种语言里面都会有些 讲到某些事情的时候呢 它不会直接讲 但是呢 它在那个文化的语言里面 一讲到就知道是什么 等下我举个例子 就知道什么叫委婉的说法 通常是跟性别 生殖器啊 或者是男女发生的事情 这个性关系上面 在每个文化里面都会有个委婉的说法 然后智慧呢 就是说 智呢 不能完全依靠字典 我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 即便是 我们学英文的时候 就常常说 就是开始查单词 查单词 一直查字典 可是这会有一个问题 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到 字典不是万能的 不能全部依靠字典 最后是你需要比较了解 每一个语言 它有它的文法 中文有中文的文法 英文有英文的文法 希腊文 同样希腊文 希伯来文 它有它的文法 你要在这个文法里面 稍微要理解一点 它的文法的使用 你才会比较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翻译 主持人家讲 固量可能是最容易讲的 就是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十节 两个翻译本 请问一霸特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一赫梅尔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 所以你下面这家印 把你翻出来 一霸特是什么 十公升 你通脑就概念 十公升大概是多少的容量 你现在我们去买一罐牛奶 是大概一加仑 大概三点八公升 你就大概想说 大概两瓶饭 所谓的牛奶 那个概念 这是它们十公 对一霸特 这样这比较懂 三十亩 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怎么翻译 十公顷 你可能大概有概念 那下面这个 没有直接翻出来 但是你起码知道 一赫梅尔跟一一法 之间的比例是什么 看得出来吗 你们看得出来 十比一吧 很清楚谁是十 谁是一 一赫梅尔是 它说古种 古种是一赫梅尔 是十蓝那种 还说不到一蓝的粮食 所以一一法是一蓝 赫梅尔是十蓝 十比一 所以赫梅尔是一法的十倍 起码你知道这个 这翻译本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 到底一赫梅尔是多少 一一法是多少 只是它们的关系比例是十比一 但是这个翻译本 比上一个翻译本 比赫梅尔 几块钱 你就知道当间差了大概千万倍 这两个 所以中文 赫梅尔翻作 一千万两银子 跟十两银子 它这样翻 就是很大的差距 中心是一很大的差距 好 最负大人拉斑 偷偷的走了 拉斑追上去了以后 他就找说 我神像被你们其中的带走 是被拉杰带走 但是拉杰就藏在 他坐着 骆驼的篮子里面 然后自己坐在上面 然后查到他的时候 我身上不变 你没办法下这骆驼让你查 什么叫身上不变 这很多的意思 是怀孕那时候方便吗 还是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拉肚子还是什么 两个版本就看到 这一个直接翻译 就是说我的月经来了 很直接 但是有可能会 让一些人独角 觉得被冒犯说 这讲得太直接 新美国标准申请 他就说 我正用女人那回事 那是在英文的里面 他就知道 女人那回事是哪回事 那如果用在我们的主题下 我们就会说什么 每一个语言里面 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委婉的说法 那你就看 你用怎么样方式 能够去翻译这个委婉的说法 要不然你就会觉得 什么叫我身上不变 很多想象空间 其实他一直讲的是说 他那时候月经来 所以我不方便下来 反正这样子就懂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 很小的细节 但是就注意到这委婉的说法 另外一个就是 女性的男性的就是 你有时候会读到脚 很多时候 你要看上下 不是always 男性讲他脚的时候 是讲他的生殖器 沙拉佛 不是六个翅膀吗 两个翅膀遮头 两个翅膀飞翔 两个翅膀遮脚 他的脚是指 你要懂那个语言的 维婉说法 他就指那个 有时候就不方便 直接这样长这么直接 所以这是维婉说法 我们就要看字典的问题 就是说一个字呢 它通常会有在一个语言面 都会有好几种意思 甚至有的时候呢 一个字在希腊文 或是希腊来文里面 在另外语言 找不到相等的意思 举个例子就是 当初圣经学者在翻译 约翰福音说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神的羔羊 翻译到艾斯基摩语的时候 就头痛了 艾斯基摩生活在哪里 北极有羊吗 怎么翻译 他们的文化里面 在智慧里面 没有这个词啊 所以他们就知道 翻译成上帝的小海报 因为他们那时候 他们每天生活就看到海报 他们的生活 就跟当时以色列人生活里面 他们是以牧羊为生的 艾斯基摩人是以猎杀海报为生的 他们能够知道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当然你还需要解释 因为上帝的羔羊 直接翻成上帝的小海报 这什么意思 上帝送给我吃的东西吗 你不能够自对自的翻 有些东西是你翻不出来的 当然这些是圣经翻译学者 他们的上老经的事情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看保罗 他在他的书信里面 用肉体的字 他有好几种意思 你要分别 算都是用同样的一个肉体 比如说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 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然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 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 但是在原来的翻译那个字 跟肉体那个字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你看到和本 他就把它翻译出来 他觉得是外貌 让我们想到是他的长相 他的身高 他的外在的形象 那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说 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他就把这肉体翻作肉身 好像让我们更感觉是 指的是身体的这个部分 到底这三个句话里面 各自有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我们需要 有个好的译本 就可以帮我们翻译 很显然的和本 有它的限制 它一个翻肉体 一个翻外貌 一个翻肉身 让我们看不太清楚 真正的差距是什么 那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译本 就会稍微好一点 或是我们如果注意 上下文的时候 我们就会稍微 能够更清楚一点 比如说 可不可以请大家翻开 罗马书第一章 你不要只看第三节 我们看第四节怎么讲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扯本人的翻 按肉体翻译 罗马书一章第四节 念给我们听 按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人显明是神的儿子 所以一个是按肉体说 从大卫生的是大卫的子孙 但是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他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对比 一个对比是大卫的子孙 人的子孙 一个是神的儿子 另外一个是按肉体 跟按圣善的灵 这又是两个相对 所以你这样理解的话 就可以比较理解说 知道说这个按肉体是指说 按着人性来说 他讲到基督的神人儿性 按着圣善的灵 是指按他神性来说 他是神的儿子 按着他的人性来说 他是大卫的子孙 是从大卫的后代生出来的 大卫这一脉生出来的 所以你会比较清楚 这个按肉体说 它可能不是一个 最切切的翻译 透过上下文 然后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译本 有些译本就把它翻出来 就是说按人性来说 那这个对比就很清楚 按着神性跟人性 那我们就理解保罗在说什么 第二个外貌也是一样 如果你去看那个原来的 哥罗后书那边的经文 你就知道他不是讲他的长相怎么样 耶稣到底长得怎么样 我们大概已经无法知道了 虽然现在有了很多的画像 但应该没有一个画像是 贴近他原来长样 保罗也没有道理 要我们按着耶稣 长什么样子来认他 所以比较可能的意思 他是说按着人们的标准 日人的标准 就是大家认为 当时对基督有个期待 他觉得基督应该是什么样 基督是一个政治的弥赛亚 这个是他们过去 犹太人对基督的期待 而且用这个方法去认出 你是不是基督 所以有人去问他 你是不是基督 但是现在就不再这样认他了 意思是说 我们不是按着他的外在的人的标准 人的条件去认基督 而是根据神的启示 神的应许 你就看耶稣基督 他的生平 就是基本上就应验了旧约 绝大多数的弥赛亚的应许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外貌 也不是一个很准确的翻译 应该更好的是 是凭着世人的眼光跟标准 那你就更明白他在讲什么 那我们要传福音也是这样 我们不能按照 这个是可以使你成名 耶稣给你财富 或是耶稣是世界上最大的老师 你现在做讲师 来跟着老师走 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人的标准 人想要追求的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这样传耶稣的话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不可以凭着外貌来认基督 现在不再这样认他了 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他是生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 死在死下 这是我们要传的福音 这才是真正圣经的启示 而不是按照外貌而认基督 那哥罗西书1章22节 这边的肉身翻译是好 它就是指着耶稣的身体 耶稣的死 因为受死很明显 是耶稣他这个人 他的身体整个真是死掉了 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 这边的肉身翻译就是可以OK的 所以你就看到 简单一个肉体这个字 原本叫Sox 这是希腊文 同样三个地方 可是个别完全不同的意思 如果我不这样跟你解释的话 你可能之前读神经从来没有注意到说 原来在各自不同的经文当中 它是不一样的意思 那如果准确的翻译呢 就可以让我们比较能够更好的理解 保罗他想要表达什么 这就是智慧的问题 就是你去查智慧 就算你手上有一本中文希腊文的字典 你仍然没有办法准确找到他的意思 他只是列出各种可能 那你就要去判断说哪一个经文里面的上下文去读它 然后是最好的意思 然后参考译本 你看有些英文 英文就可以把它准确的 它在这个形状下应该什么意思翻译出来 这就是智慧的问题 还有最后一个是 一样是需要一点 你要需要学过希腊文才能够分辨的 如果没有办法 你就是参考一个好的译本 所以为什么好的译本重要 好的译本就会把它翻译出 把在希腊文里面的文法能够翻译到 现在我们语言的里面 例子就是塞地比书第一章的第三节跟第六节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 不住的纪念你们 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在的忍耐 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 念完了以后你有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要有信心 而且信心所做的功夫 爱心所受的劳苦 盼望我们耶稣所存的人 那很清楚嘛 就是说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爱心会有产生一些结果来的 信心会产生我们得救的功夫 爱心你就会愿意去 为爱的神爱人去付出去劳苦 然后因为有接触基督盼望 你现在在苦难当中 或是因为信仰受到逼迫的时候 你就会忍耐 很清楚的 可是原来语文不是这样 他原来语文就是说 要不住纪念你们信心的功夫 爱心的劳苦 盼望的忍耐 你就可能不懂什么意思 什么叫盼望的忍耐 什么叫信心的功夫 什么叫爱心的劳苦 这边这样翻译就比较清楚一点 下面一个第六解释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 原来的语句里面就是圣灵的喜乐 什么叫圣灵的喜乐 这边很清楚的翻译说是 圣灵所赐的喜乐 在原来里面没有赐那个动词的 这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 但是他把这意思翻得更清楚 让我们看见喜乐的来源是圣灵 是他赐给我们就代表是白白的 不是我们需要怎么样努力去换取的 所以这就是在原来的智慧词句里面 你是没有办法用直接字对字的翻译 你就翻译出来的话 就是你不懂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你就会有一个隔阂 就是圣灵的喜乐 信心的功夫 爱心的劳苦 你知道这个词 但是你真正他要表达的意思 你抓不了那么准确 你需要一个好的译本 把在原来的这个文法里面的意思 翻译到现在我们中文里面的意思 这样我们才能够准确的了解 保罗想要讲的是什么 一个问题就是 智慧我刚才讲说 为什么不能翻三字典 就去解决智慧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读圣经的时候 去翻原来的字典 现在还有很多线上的字典 可以让你一点 你就知道这个词 原来希腊文翻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能靠这个 不能单靠这个 不同意的 还有在那个时代里面的词汇 到现在的时代 已经找不到相等的词汇了 有可能会有这个限制 或者说 它这个词汇里面 在我现在里面 有好几种可能翻译的方式 刚刚我举的例子就是 这个Sox 又是肉体 又是肉身 又是人的标准 人性 它很多种很广的翻译 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意愿 帮助你去选择 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受过训练的话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从这么多的词汇里面 去做一个选择 这是个智慧的问题 然后还有我们刚才讲 其他三个 就是杜亮痕 委婉的说法 跟文法巨大 文法的问题 虽然都了解说 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好的译本 因为这些问题都还蛮专业的 或者说我们 如果没有查考 有些工具书的话 我们可能真的不知道 过去的所谓的 这个伊赫梅尔到底是现在多少 你不知道 你需要有一些工具 但是考了一本 它就帮你做的工作 你会看到NIV 它就告诉你在下面的柱 或是ES 它就告诉你说 这个单位在现在是什么样的单位 伊赫梅尔是22公升 它就该写给你看 那你就很有概念了 所以一个好的一本可以帮助我们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参考一些工具书 我在这边要很快的讲一下工具书 大概分三类 第一个所谓的是词典类的 词典就像这个 蓝色的 看一下萤幕 《圣经新词典》和香港出的 我另外一套我们也翻下来 就叫《圣经百科学书》 萤幕上看得到 这两套我们家里都有 你们可以看一看 这套是用什么 就是一样就是 你想要研究一个 比如说肉体 你就在里面去找肉体 它就告诉你在那个经文里面 肉体什么意思怎样 或者说它告诉你 你可以查相关出现几些经文 有一些论论 这个是词典 就是当你对一个词 你想要更深的理解它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 致意的研究 或者你就是想要了解一个主题的时候 这两套书是最方便的 因为它帮你整理了很多 它不是最仔细列出所有东西 但它告诉你 你去哪里可以查到 更进一步的资讯 它做了总和 所以这是一个 一开始第一步 你想要对一个议题可以了解 它其实就是词典类 它不是 就是词典类是汇编 我们没有介绍这个 词典类是汇编 汇编就是说这个词 在原文中用这个词 所有圣经中用过这个词 它是把全法列出来 串出有类似的功能 串出就是有类似的功能 但串出不整全 汇编是最整全 它会把所有的列出来 就是康典类是汇编 但是这个不只是汇编 不是列出来 它给你一些基本的 关于这个词词 它的解释 跟它的一些的用法 它给你一些例子 不是全部的 但是它给你一些 idea跟说你可以进一步的去哪里 去找到更多的资讯 第二个 这两本就是一个叫研读本 一个叫祈祷本 大家可能很熟悉的是祈祷本 可能手上都有的 研读本这是比较新出的 大家不一定有 这两本都是很好的 所谓的半读圣经 它里面就有圣经了 但是它里面旁边有很多 分到很多旁边的旁注 给你一些背景资料的解释 所以你在读的时候 大概基本80%的一些 刚刚讲历史的差异 就是度量衡 什么委婉的说法 智慧的问题 语法问题 它这边大概都可以帮 已经做了一些解释 帮你提供这些资源 除了讲细很细的问题之外 这两本书 这种类型的书 大概都帮你解决了 所以这也是适合我们 就是每一个信徒 其实都因为家里还有一本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 就是新约背景跟旧约背景 这两本我们家里也是也有的 你看它也是很多的资料 这两本不是只是介绍 那些我们刚才讲 度量和这些四个领域 它会很详细告诉你 当时的文化是怎么样 经济是怎么样 人口是怎么样 那时候这个城市有多少人 它都会立了一些的 当时历史的背景 介绍给你 让你可以有一个更整全的 对这段经文在当时的时候的处境 它的作者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上面写的 那你就会更好地去理解这句话在说什么 这两套书也是 你要做很详细研究的时候 是你可以去参考 还有一个就是注释书 就是专门的一本书 罗马书的注释书 里面可以有更仔细的 而且包括这个学者他自己的见解 他对这个罗马书 他对这段话他的见解 那你可以跟着大师的脚步来读神的话语 我们教会有很多不同书卷的注释书 你如果对哪一卷书卷有兴趣 你就去教会去找找看 我们有没有 如果找不到 你可以反映给教会同工 我们再去补足这个补足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义本跟工具书的一些的介绍 让我们知道我们手上可以拿一些工具 义本也是一种工具 那也是工具书的一种 那我们刚刚已经回忆过说 我们要选择一个最适合的义本 一定要有的话 那就是一本等义国义的圣经义本 那是我们比较接近 像说可能新义本 或是标准本 标准本比较少 可能在网络才有 那它是比较等义国义 内部外部 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义本 基本上哈巴尼已经考虑这个问题了 然后这四个差异我们刚刚讲 这就是关于义本 还有这些工具书 可以给我们再读圣经的帮助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不走偏呢 因为当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的话 有这个可能性的 好 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就是大家讲 义端不是不读圣经 它比我们还认真读圣经 像大家讲 还去读那些差异的文本 然后呢 去给你这几次 包括我们之前在去年讲全能神 还记得吗 它是根据圣经讲的 可是它是错的 还有这个耶和华建政人会都一样 他们就抓住一个经文 然后告诉你说 你知道约翰福音里面 那个太初有道道就是神 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 没有道就是神 那个神前面没有钉罐石 它是这样 代表是赤等神 就是耶稣基督不是真的神 是赤等的 这样跟你解释 你就觉得好像很有道理 那这就是很可怕的 就是他们读圣经比我们还仔细 去注意到 有没有前面有没有一个经罐子 那当然你听到这个说法 可能没办法跟他辩驳 因为你没有说过这样的训练 但是呢 起码呢 你就知道说 你要回来看 我们要选择一个好的译本的重要性 在这里 他们我们教有自己的翻译本 然后统一教也有 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翻译本 这种的译本就要很小心 学生不能把它当作一本圣经来看 它不是真的神的话 太多人的意思跟解读加进去 所以必须要选择一个好的译本 那我们基本上教会用的译本 或是像英文堂用的ESV 这些都是一些经过认可的一些好的译本 用这个译本 你会说哦这样子 那是我的教会用的这个译本 是这样翻译的 你就是大家知道说 我相信这个是这样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回应这样的问题 的确是我们没有 我们不是说他们学这个 我们可能没有分辨能力 但是我们就是要 对一个好的译本 这个reputation trust是很重要的 你要知道哪一个是好的译本 而不是听别人手上哪一本 译本你就听了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二是你可以回来 问你的小组长 问组织学老师 问我 问牧师 去问 译本这个问题 他帮助你去解答这个问题 这些是一些可以的方式 所以我给你们介绍的工具 都是你可以得到的 虽然你可能麻烦一点 跑到家回来 不像你上上网搜一搜 就可以搜到 但是这些都是认可 都是你可以信得过的资料 这些的工具 工具很重要 但是好的工具更重要 要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这些可能不适合 不能用的工具 因为他会误导你 很好用这个提醒跟回应 好今天谁给我们打告 好 先来看主日学里 不知道怎么去解经 碰到困难的时候 不知道去哪里找帮助 我们这样找到 是奉耶稣的名祈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